6.6曝光当年被月光轮换的原因 他们离开或退役后 AG已经很久没拿到四强及以上的成绩了 如今KSG强势进入败决 难道真如外界所言 AG不该放走阿泽跟金宇吗 伴随着KSG赢下 WB进入败者组决赛 立马就有玩家直言 AG不该放走阿泽跟金宇 自从他们走了以后 队伍就再也没进过四强 反而是KSG创造了队史 甚至现在还有可能拿个首个冠军 同样有类似情况的 还有Hero放走子宽跟医生 也是很久没进过四强 如今他们在TTG跟狼队 状态跟成绩都是越来越好 对此6.6也是说出大实话 虽然自己只有一个冠军 但是亚军跟四强的成绩并不少 侧面反映出6.6等老将离开后 AG已经很久没拿到像样的成绩了 哎呦 该说不说 虽然我就一个冠军 但是他押的我亚军多呀 我亚军多呀 我几个亚军啊 我四个亚军啊 我三个亚军 三个亚军啊 三个亚军 三个亚军一个冠军啊 然后N多个四强 除了一次 除了一次肌肉赛没进吧 我没有算RG啊 我没有算RG的时候 除了一次没进肌肉赛 其他都是到四强的呀 成绩不差了呀 而且我联盟里面胜率算高的 别拿冠军 别没拿冠军呀 亚军呀 随后6.6还曝光 当年被月光轮换的原因 不得不说月光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奈何SK看透了一切 才让VAG没能再次夺冠 这也是6.6只能转回去RGM的原因 英雄池不够 被淘汰是迟早的事 我没有手法的吗 是我能决定的吗 你不会以为我没有练吧 我每天打游戏打到三四点 练个狗屁关羽 练个狗屁马仓 练了他鸭的几天 练了几个小时 那没办法呀 打不出来没办法呀 老子也想打呀 那他妈练不出来怎么办呢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我不是说没有练 是他妈练了 我玩马超找不到枪 把那个枪丢出去 我那个枪不见了 去哪了 我把枪丢出去 我找不到枪 玩关羽 不是玩关羽批不着人 玩关羽还行 但是我玩关羽 我的进场时期很差 我玩关羽 我玩关羽 我习惯性的我先进场 我不喜欢等 我不喜欢等队友 我喜欢先进场 就是我习惯性的卖自己了 就习惯性的去把自己 当做一个前排去卖了 所以我玩不好关羽 音乐比我有天赋 音乐跟我相差十岁 哥 总的来说 AG放走了很多厉害的轻讯选手 其实也跟他们希望 用老阵容夺冠有关 耐和运气总是差了一点 只是后面不断补强 甚至是放弃了 以前夺冠班底的赛讯组 依着未能取得好成绩 这也是AG迷茫的地方 换人跟不换人都拿不到成绩 那么为什么还要花中金斧墙呢 所以这赛季才会让人那么遗憾 他们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却再一次倒在八强 最后大家觉得 AG还要调整吗 一落回归 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吗